积极正爱聊国小为了让学童了解即将来临的5G生活形态 特别邀请乔光科技大学资讯团队下乡合作 以简单的城市概念学习物联网的领域 校长张金才表示 感谢团队的努力付出 从募款到计划付诸执行 就是要让学生提早适应未来网路时代的来临 来自台中乔光科技大学资讯团队 以前行移动的方式引导 让平乡小朋友了解科技网路世界 不只学童快乐学习 连志工队的学生也都感到充实有意义 我学到了怎么用程 怎么做程式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第一我觉得大学生的话 就是有一种休闲活动 然后就是刚好老师来过来找 然后我想说教小朋友是一个非常 就是从小基础教育要做好 然后就想过来教小朋友 小朋友的话就是可以训练他们一些创意思考 还有逻辑的概念这样子 对以后他们如果有在学习城市设计的话 都很有帮助 校长张钦才表示 这项资讯计划从103年就开始实施 感谢行政团队的用心 以及议员陈兆玉的牵写 让偏乡的学童也能够了解 资讯时代的便利与发展 在资讯营活动方面已经浮了第五年了 我们了解到这个资讯时代的知识爆炸 从物联网AI的智慧科技 或者是机器人城市设计 让我们了解到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学习科技的文化 让未来能够立足于我们社会 让他们小朋友能够往下的扎根 物联网城市设计的部分就是 教小朋友很多感应的元件 它可以应用在比如说智慧家庭 智慧网络这一方面的一个应用 艾达国小位在县道152县 也就是绿色隧道龙泉车站旁 学生人数少 资源有限 但在校方的努力及用心办学下 让学童也能在资讯爆炸的时代 不输在起跑点 记者曾公佑 进行采访报导